平安三侯之王平 对蜀汉而言 名将王平的横空出世 让蜀汉后期在三国局势中得到稳定发展 王平自子军 是三国时期蜀汉后期大将 公元215年 王平随巴西郡七姓以王等 被迁往洛阳依附曹操 定军山之战时 王平跟随曹操率领大军来征汉中 结果被刘备击败 在此情况下 王平不得已而投降刘备 公元228年 王平跟随诸葛亮北伐 并和马苏一起镇守接庭 到达接庭后 王平劝戒马苏不要将迎寨扎于山上 马苏不听惨遭大败 王平便带领士兵鸣鼓 让张和怀疑有伏兵不敢进攻 后来 王平将诸营军事统一起来 率领他们平安归还 王平因为表现突出 被诸葛亮败为参军 统领蜀汉的王牌军队 无荡飞军 随后几年里 王平多次随诸葛亮北伐 诸葛亮死后 曹爽率领十万大军来攻打汉中 被王平所击退 当时马中在南中防备南蛮 邓之助手永安防备东武 王平在汉中防备曹操 三人各守一方 保障蜀汉的平安 平安三侯威名始于此时 公元248年 王平去世 其子王逊继承了爵位 王平不仅抵挡了 魏国超大规模的攻势 还守护了蜀国的和平稳定 不愧为平安三侯之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